陶仁一名男子昨天 強拉一名小學女童 媽媽今天結束訓問後 現身說法 陶仁市昨天上午 一名小學女童出門 去找同學時 被一名剛成年的男子 長行拉住 讓小女孩飽受驚嚇 媽媽表示孩子半夜不斷驚醒 身體也有些不舒服 而且當天都已經抓到人了 卻因為她零有手冊 無法馬上處置 她感到相當害怕 媽媽表示無奈 也想警惕其他家長 因此將政治系影片 發布到網路 引發高度關注 而檢方也在今天上午 簽發拘票 遠景下午也逮捕涉案男子 筆錄製作完後 移送地檢署附訊 等待檢方調查結果